2017年中澳经贸峰会即慈善晚宴 于2017年5月18日下午在澳大利亚悉尼歌局院成功举办 到场的嘉宾有 澳大利亚联邦议员耶翰亚历山大 澳大利亚联邦议员特伦托奇莫尔曼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金融服务厅厅长维克多多明尼诺 新州上议院议员王国忠 澳大利亚新州上议院前议员和审会侠 新加坡保禄集团董事长张露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理事长王林 新思路总裁 中国马拉松里军人物李小白 来自中澳各界的200余位嘉宾出席了本次分会 澳中经济科技文化促进会会长周大伟在致词中表示 感谢今天魏林的所有嘉宾举办这次分会 是为了能够进一步的促进中澳两国间的经贸合作 希望在场的各位嘉宾们通过此次分会提供的平台资源共享 合作共赢 他强调中澳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 在习近平主席访问澳洲之后 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今天分会的举行一定会进一步的落实一带一路的方针 推动中澳两国的友好关系 他特别感谢了出席本次分会的澳洲政要 以及两国的企业及机构代表 诺贝尔环境奖获得者马丁格林 与大家分享了他在太阳能领域的研究成果 澳洲知名医生及癌症研究专家 Jerry米·汉森向在场的嘉宾们介绍了 世界领先的癌症细胞研究和癌症可以治愈的进程 现场举行了慈善拍卖环节 首批被拍卖的物品为30个熊猫玩偶 拍卖所得所有款项 将捐赠给中华少儿慈善救助基金会 作为贫困地区学生的助学金 同场拍卖的还有六件主办方 澳洲经济科技文化促进会会长周大伟 捐出的私人藏品 拍卖所得的款项50%捐赠给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50%捐赠给UNSWI正新疗法研究院筹款委员会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理事长王林 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 今天我们在这参加澳洲经济高峰论坛 其中的慈善的晚会 我也非常感谢澳洲和中国过来 所有参加会议的爱心企业 爱心机构 他们的到来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 筹集的上海 救助中国内地儿童在教育方面的发展 同时也对悉尼癌症研究中心 给予一定的支持 共同为世界的一些功利慈善事业 做出我们的贡献 这是我们这次来的收获 也是我们今后继续在澳洲 开展公益慈善活动的 我们的信心和决心 中国马拉松领军人物林小白 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 今天咱们来参加这个活动非常高兴 而且这个活动举办得很成功 因为中澳经贸会 也会使我们中国的少年阿强 也做了很多的贡献 包括去做时善 去做什么 而且我们那个周总在这边 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呢是亲眼看到他为这个活动 筹备了整个大半月的时间 而且也很高兴 所以我自己很感动 这会呢能够有幸的 得到邀请和参加这个活动 也呢很高兴 我们希望呢 咱们这个中澳国产的经贸会 越来越好 通过这种平台 通过这种人们的交流 等等 应该是做得很好 最后呢也祝我们的活动越办越好 而且呢也都能技术下去 谢谢 澳洲经济科技文化促进会会长周大伟 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 今天搞的这个峰会活动呢 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也非常非常激动 有这么多政要和这么多的 朋友和企业家 又从中国来的 也走过澳大利亚本土 所以呢 现在中澳教育已经实在不行 尤其是现在正好是一带一路 在中国开展 所以我们作为海外华人华强的说 然后响应中国国家书记性平衡 单排的这个一带一路 所以呢 作为海外华人华强来说 也是精力和精力为祖国的建设 谢谢 欧本市长林丽华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 今天参加这个峰会 也非常感受得到 现在中国跟澳洲贸易上交往的 都非常非常成功 有时是一带一路的这个policy 而现在都成长了整个世界 所以我们华尔在澳洲 也感到非常骄傲 也很荣幸 在这边能见到天和电视台 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说一说几句 谢谢 澳大利亚天和电视台记者现场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